那 那Network Service的話 基本上 它提供了一個 對 對這個 對這個 上程 什麼叫Network Service 就是說我Network Layer 對Transport Layer 我提供兩種不同的服務 一種就是 像這個我們現在Internet 就是Individual Data Grant 那一種呢 我只提供你 你傳的時候 我告訴你 你這個Data Grant傳出去了 那個Data Grant傳出去了 有沒有傳到 有沒有什麼 我不管你 這個 Internet現在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在Internet上面的TCP 它還要必須要去做重組 這些事情 那另外一種Network Service 它是比較好的Service 像我們剛才提到 我不講我們這ATM 它也有提供 一種就是 Flow of Data Grant 它可以保證你下面的 這個資料先送先到 後送後到 就是類似Transport Layer的那個 東西 所以 所以我們 我們現在的概念說 很像Network Layer 都是一個 不可靠的Lail 這個是我們是 以Internet的假設來看 以IP的來看 其實如果像 那ATM的話呢 像這個 前面 我說這個 Fran Relay X.25 所以這些 其實它在Network Layer 它也可以提供你一個可靠的 這個 Flow的 這個information 所以它這個 所以 Network Layer 提供的給這個 Transport Layer Service 其實也可以做分類的 以ATM為例的話 其他要分成好幾類 那你選擇 你要可靠的還是要不可靠的 你要建立連線的還是不建立連線的 那你說依什麼來定呢 依你應用的這個形式 就跟我們最前面講的 依你應用的格式 應用的形式 或者是依你付的錢多少 等等 來定 所以這個 但基本上 這都是ATM 那以Internet Internet來看 這下面都是ATM 我們重點在Internet Internet Service Model Best Effort 我盡力了 你不要再來煩我了 反正我會盡力幫你做 那 這ATM就不太一樣 那ATM 它有的呢 它可以保證你 有Constant Bit Rate CBR就是Constant Bit Rate 那有的呢 可以保證你這個 Variable Bit Rate 就它好幾種 這個Service的這個形式 看你是 你要付多少錢 你要怎麼樣 那Internet就是 這個我盡力了 就這個 我也不保證你的頻寬 這Internet就是IP 我也不保證你 你這個通通通通通通通都收到 我也不保證你會有順序 我也不保證你的timing 所以Internet基本上這個 它也不是無賴啦 它也是盡力的 對不對 那所以 所以到上面層次怎麼樣 所以到上面這個層次 TCP 它就必須要自我節制了 既然你下面那麼不可靠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我們上個禮拜 要談這個TCP 塞車塞下去的時候 那大家都不動 對不對 所以在上面 我們那個Windows 一下子 慢下來的時候 不行的時候 什麼Reno Vegas 那兩個線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就是 反正作業有一提示 那個就對了 對 就是這個 如果這個 下面 Trapping 非常非常的忙的時候 呢 我的這個 已經timeout了 那我自然的 我就傳輸了 那個Windows 就立刻把它降下來 降到1 或是降一半 那這個 所以上面那個 上面那個 TransportLail 它要自我節制 那 因為什麼 因為它下面的 下面這個 NetworkLail 它什麼都不保證 它只保證你說 我盡力了 我best effort 盡力了 那你會想說 那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當時 不把它就做好一點呢 因為當時只是一個 學術的實驗的網路 所以 Internet的這個 我們現在 所有東西都是 人的演化也就是這個樣子 你要承擔過去的負擔 過去的負荷 過去的 過去的這個 在過去的世界裡面 歷史上面的這個包袱 你就不要要背著了 那 當時的時候 他沒有想要知道 Web也是一樣 HDP也是一樣 當時他只是要服務 歐洲的一些物理學家 對 那這個 沒有想到要變成平台 但是因為它的好處 被凸顯了 被放大了 那結果他就變成了一個平台了 那Internet也是一樣 因為 因為 在Internet出來的時候 在Internet出來的時候 IBM的網路 這個 這個 原因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他雖然不是這個 考慮最周全的 但是我們已經 已經用那麼久了 所以我們就必須承擔他的這個 過去 過去這些 這個 不好的地方 那下面接下來我們要談到的就是 Virtual Circuit 跟Diagram的這個 概念 這個 這個我們已經談過了 叫Connection 跟Connection List的這個Service 所以我們在整個網路上不管在哪個Lail 我們 一種可以建立 連結 一種是不建立連結 對 比如說 TCP 如果就TransportLail來講呢 TCP是一種Connection Oriented的這個Service UDP呢 是Connection List的Service 所以在 在TransportLail裡面的 Internet的這個 這個TCP 我想這個大家很清楚 那我們現在不談這個 Internet 就談整個NetworkLail呢 或是整個網路呢 這個Service呢 可以分成一個 同樣也分成Connection 跟Connection List 那在NetworkLail的話呢 那DataGrain 的這個Network呢 就提供的是Connection List 就不建立 不建立這個連線的這種服務 例如說 IP InternetPro IP TCP IP 它就是Connection的這個Service 那除了這個DataGrain的Network以外呢 還有一種叫Virtual Circuit的Service 那Virtual Circuit Network 它提供的就是NetworkLail的Connection Service 它有建立 或者Connection 它就會建立Connection 所以DataGrain跟VirtualService 這兩個類 那這兩個類就跟TCP跟UDP一樣 這我們剛才已經提過了 那這兩個類它也可以實作在這個網路的核心裡面 就是Router裡面是可以實作的 像有ATM的Router ATM的Router ATM這個網路的Router呢 它裡面就提供這兩種Service 就有Connection Oriented 有Connection List 你可以做DataGrain 也可以做Virtual Circuit 那Virtual Circuit是什麼意思呢 Virtual Circuit就有點像是 我實際上面 並不是一條線給你專用 但是呢 你感覺在上層的人覺得 你有一條專用的線 DataGrain就是把資料全部都切斷 但是Virtual Circuit的話呢 就是 像我們現在打電話的時候 那你 你 你撥一個號碼 那 那是不是早期的話 感覺就是 你從 就建立一個Circuit 就是 你跟這個對方連線的中間的 經過這些交換機的這個 就只有你一個人能夠講 你跟他能夠講 其他人呢 你們在轉中間線路站 其他人就不可以講 那這樣當然就非常不好 這是實體的Circuit 那Virtual Circuit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 你們中間某一段 譬如說台北到高雄 那中間的這個頻寬很大 那不可能 就只跟你們兩個人講 對 所以中間 你們兩個人感覺很像是 這條線路是你們的 可是在實體的這條線路上面呢 只有很多很多Virtual Circuit在上面 很多人在這個上面通話 那這叫Virtual Circuit 那所以 在一開始的時候呢 還是要建立一個連線 那這個連線是虛擬的線路 叫Virtual的線路 它不是一個Physical 它是在實體線路上 那這實體線路上面呢 提供很多的這個虛擬的線路 那如果是Virtual Circuit 那同樣的 就跟 只要是有一個線路 只要有Connection存在 有Connection存在 有Connection存在的話呢 我們就必須要 Core Setup Tail Down 就是每一個 每一個時候可以建立 我們叫 建立Connection 就TCP的 3-Way Handshake 類似那種 叫建立Connection 最後我們講完話以後 掛斷的時候呢 這個Core就要把它 給 切斷 這兩個動作是一定要的 如果是 我只傳 我只是 我們沒有建立線路 我就傳什麼 東西可以丟掉 可以這個 那OK的 那沒有關係就丟掉 那如果說 我們要保證 先送先道後送後道等等等等 那我們 要建立這個線路的話呢 那 那一定要做 建立線路 跟這個 拆掉線路 這兩個次 我們休息一下好了 休息一下好了 我們來看這個Virtual Circuit 怎麼樣來實作啦 這個Virtual Circuit 要建立的話 那怎麼樣來 來建立它 怎麼樣來傳輸它